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我国即将在下个月迈入地方流行病过渡阶段 为了扩大加强剂覆盖率 Protec Health公司指出 21号开始国人可以通过Mystratra应用程式 预约接种加强剂 同时加速为那些没有在本月31号前接种加强剂 就会失去完成接种资格的民众接种加强剂 Protec Health公司昨天发文告指出 民众只需要到Mystratra应用程式主页 点击COVID-19 vaccination功能 既可以选择他们要去的疫苗接种中心 接种日期和时间 Protec Health首席执行员Dr. Anas希望 这能为人们提供便利 同时确保我国能在今年4月1号 安全迈入地方流行病过渡阶段 重要的是培养社区和个人意识 遵守标准作业程式 并将之扩展至接种疫苗 尤其是乐龄人士 未接种疫苗或加强剂 且患有合并症的乐龄人士 在软利后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摘介月在即 他建议大家尽早接种加强剂 保护我们的父母和家人 在迈入地方流行病过渡阶段前 提高保护 民众可以浏览 Protec Health网站 查询提供接种加强剂服务的 疫苗接种中心 卫生总监丹志诺提出 根据最大的临床试验 抗计生酮不要物 一维菌素并没有减少 新冠肺炎入院率 同时重申 一维菌素只应用作临床试验 昨晚在推特张贴一段 临床研究机构的视频 重申 一维菌素只应用作临床试验 根据有关视频 许多国际试验已经证明 一维菌素无法有效治疗新冠肺炎 卫生部临床试验研究所指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及其他国际机构 一维菌素只能用作临床试验 人民不应该使用任何为动物而设的 一维菌素产品 因为动物剂量并不适合人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疫情消息 我国昨天通报24241例新冠肺炎 测诊病例 累计测诊病例达3951678例 同时再新增59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其中13例为送院前死亡病例 累计7176例 根据COVIDNOW网站的数字 新增病例中有23720例 属于本土病例 其余521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 水浪额新增7430例确诊 全国居首 吉隆坡新增2757例 排在第二 而槟城则位置第三 有2306例 死亡病例方面 霹雳新增15例死亡病例 位居榜首 其次是水浪额新增12例 柔佛则新增11例 排在第三 此外 我国的活跃病例减少2433例 至294366例 其中 284592人居家隔离 1791人入住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 7600人住院 以及161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222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2020年3月18日 我国迎来第一阶段的行管令 也许是我们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一天 关闭国门 禁止社交活动 关闭学校和大部分的商业 不允许堂食等等 一开始种种的不习惯 如今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的新常态 在疫情反复的两年里 我国经历了封城锁国 经济衰退 如今随着国门即将开放 似乎也迎来了一丝曙光 一起来看报道 前首相 Tan Sri Muhyiddin 第一次宣布全国实行行管令的时候 超市开始出现抢购潮 口罩成了必需品 这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为了帮助人民度过难关 政府前后在15个月里 宣布了8项总值53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 其中包括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 附加配套 国家经济重振配套 以及国家复苏计划等等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群体 随后政府在2021年2月26号 推出了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接着开放让青少年以及儿童 接种新冠疫苗 保障所有群体的安全和健康 民众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缺乏信心 直到目前已经逐渐普及化 根据数据 目前已经有97.5%的成年人口 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90.1%的青少年人口 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以及26.2%的儿童人口 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另外我国已经有65.6%的成年人口 接种了加强剂 我国与疫情的拉锯站长达两年 下个月一号 我国将过渡至地方性流行病阶段 相比起之前的181条标准作业程序 到时我国只会采用一条标准作业程序 以及九大指南 在两年之后,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虽然有很多专门都给予了 很多专门都已经在开放 我希望社会保护 对 SOP所谓的 保护健康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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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回生活 就像是一般的活動 而是一般的活動 我已經看了我們 已經準備了入獄 的 也未能夠 製作品 和健康的健康 是所有的人 必須懷的 保持人體 使用手臂 保持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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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拍视频谴责违反禁烟令的烟民 在禁远区抽烟的行为相当自私且不负责 他说 卫生部将继续加强执法力度 方言未来立法禁止向2005年后出生的民众 售卖烟草 电子烟和相关产品 根除年轻人抽烟漏息 但仍然还有其他人在禁止这些禁止 凯利指出 截使政府从2019年起 禁止烟民在十四和部分公共场所抽烟 但依然有许多烟民对有关禁烟令 视若无睹而违法 他在视频提及 卫生部在数月前 开始加强执法向违法的烟民开罚 从上个月开始 执法当职共向违法者 开出2874张罚单 这包括在禁烟区抽烟的烟民 没有贴上禁烟告示的店家等 他强调 政府将继续援引 2004年烟草产品管制法令执法 并会继续加强执法 此外 政府计划在未来立法禁止 销售烟草和其他香烟产品 给2005年后出生的人士 且他已经获得支持 该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所提成的备忘录 他补充 卫生部除了加强执法 也会继续加强推动戒烟计划 解决2005年后出生人士 面对的烟瘾问题 并呼吁有意戒烟者 浏览卫生部的戒烟网站 了解详情 三名法国游客昨天在彭亨被轮帮山 因为迷路而被困领中 彭亨消诊职出动四名消诊人员 连同五名森林维护员入山寻找 所幸三人过后遇到爬山客 将他们安全带离森林 彭亨消诊职副主任伊斯玛指出 当职是在昨天下午4点56分接获投报 指三名法国籍游客登上贝伦邦山时 不慎迷路 因此调派四名消诊队员 连同五名森林局官员到场展开搜索行动 他指出三名游客中有一人是男性 另外两人为女性 他们因为迷路无法离开而求助 根据资料 他们是在第七和第八步道之间 搜救队随后进入该山展开搜索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三名迷路的游客 搜索期间 三人刚巧在相同步道 遇到其他爬山客 并在后者的协助下安城下山 他补充 小诊职的特别策略救援行动队伍 以及多技能特别队伍 先前也准备救市随时加入搜索行动 幸好游客最后安然无恙 一名绰号为妈妈木隆的男子 不断假冒警察身份 更以一百令吉价格雇佣有人 私闯组屋 偷走一辆野马哈RXZ大型摩托 结果林磊好友遭警方逮捕 巴打林在野警车主任 穆哈曼·法库顿助理总监 发文告指出 这起案件于16号下午5点20分 在白沙罗打迈移动祖屋停车场发生 他说奔贼在干案时 一城市在保安庭填写个人资料 保安员也激紧拿出手机拍下窃贼 偷走摩托过程 帮助警方迅速破案 随后警方在同一天晚上11点50分 在珍珠白沙罗逮捕一名31岁男子归案 扣查一辆罗里和四台手机 并寻回被偷走的摩托 他透露落网嫌犯是一名罗里司机 没有犯罪前科 他在路供时向警方表示 是收取朋友100令吉费用后 才会到祖屋帮对方再走摩托 并不晓得涉及偷窃行为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79 偷窃交通工具条文 延扣嫌犯4天以注查案件 并将迟迟寻找另一名再逃同党的下落 通讯及多媒体部计划在全国实行网络接入点工程 不但能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或者是校区提高网络速度 还能解决内陆和郊外地区的网络覆盖问题 方便进行网络教学课程 国家知事组织主席 Zambrie对这项努力表示欢迎 因为他可以拉进城市和乡区之间 教育水平的差距 我相信跟ProjekPOP ini yang akan direncanakan di bawah KKMM ini 我相信会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jalur lebar yang lebih berkualiti di mana kita sedia maklum hasil daripada kesan PKP itu sendiri tahap kepenggunaan rakyat Malaysia khususnya kepada warga KPM, sekolah memang penggunaan jalur lebar itu sangat tinggi dan ianya adalah satu keperluan kepada rakyat Malaysia untuk mendapatkan perkhidmatan jalur lebar yang berkualiti dan berkelajuan tinggi sebab device hari ini dan juga berkehendakkan jalur lebar yang berkualiti dan berkelajuan tinggi dan saya ucapkan tanya kepada KKMM 首个阶段的网络接入点工程 将会在630个靠近学校的地点展开 之后第二阶段的工程 将会涉及3693个其他的地点 预计耗资40亿马币 砂拉越木礁镇上的居民 因为地区过于偏远 而长期受到网速缓慢的困扰 随着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第一阶段在砂拉越推行 提升现有的通信塔 以迈向5G科技 该地的网络问题改善了许多 在此之前 居民面对着网络不通顺 网速缓慢的问题 如今进行视频通话 也不会卡顿了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除了拉近城市和郊区的通信差距外 通过州政府的努力 也进一步推动了该州人民 对数字经济的参与 3G网络提升至4G后 该处大约有1000名用户收益 能够从网络上得知 国家的最新消息 新邦乌鲁巴扬的电讯塔 在2020年完工 仅提供2G和3G网络 如今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下 电讯塔提升至4G 汇集周围11间床屋的住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t-hat kapasiti pekerja yang sebelum ini bergantung kepada liputan vaksinasi dimansuhkan 全部 individu dibenarkan merentas negeri tanpa mengira status vaksinasi merek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ang tidak sesak dan tiada perhimpunan ramai tambahan pula MySejahtera MySJTrace diwajibkan untuk tempat tertutup yang dipenuhi tetamu ataupun pengunjung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